我给学生留作业,三选一,造核弹帮老师找个高富帅,完成物理卷子。 第二天,一个学生卷子空空,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兴师问罪,为什么不写作业? 他拽过来一个帅哥,老师,你要的高富帅,我给你找来了。 我一头栽了下去。 从师范专业毕业后,我回高中母校任职物理教师。 刚拿到教师上岗聘书,就遭到来自发小的无情吐槽,黎晨晨,就你这样的人当了老师,不知道要摧残多少学生。 他说得很对,我经常上网冲浪,热衷于玩耿整活,和学生开黑组队排位上分,运动会带着全班摇花手,跳社会摇,这些事我都干过。 所以,我教的学生从不叫我李老师,而是叫我李姐,我也被全校师生一致评为A中最不务正业的物理老师。 今天我在办公室休息时,刷到一个热点话题,谈点那些奇葩的网课作业。 话题下面的视频风格是这样的,物理作业以下任选其一,一致作一枚原子弹。 二拍摄与爱因斯坦牛顿十指向扣的合照,并上传。 三制作一台涌动机。 四完成练习册,四十档四十三页。 数学,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或一张试卷英语,与美国总统在白宫前合影,或完成因遗憾和命题作文这么好的梗,我能不玩吗? 于是今天布置作业时,我在班群里发了条群公告,请从以下作业中任选一项完成,以制造一枚核弹。 二帮老师,找个高富帅男朋友。 三点一张物理卷子。 是这样的,最近家里催婚催得厉害,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才有了第二条的征婚内容。 哪有年轻人被家长催婚不疯的呀? 消息发出去没几分钟,右上角小红点就变成了九九家。 666,不愧是李姐,紧跟实事。 我得了诺贝尔奖,可以申请期末考试加分吗? 到后来,话锋逐渐跑偏。 咱们李姐还是单身啊? 听说还是牡丹solo。 李姐,我把我二大爷家的小叔子的邻居的外甥介绍给你。 我黑着脸,把那条牡丹solo的消息强行撤回,并禁言。 说什么大实话,我不爱听。 第二天收作业,全班47人,收上来46份卷子。 下课我和课代表把名单挨个核查了一遍,才把那根没交作业的读苗给揪出来,起思心。 这孩子平时挺乖的呀,为啥今天突然就叛逆起来了呢? 我把他叫到办公室来,昨天我发的卷子呢?拿出来给我看看。 他神色从容,掏出来一张试卷,我接过来一看,比脸都干净。 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我揉了揉眉心,为什么不写作业呢? 他脸上笑嘻嘻,老师,作业我完成了的。 然后,把一个带鸭舌帽的帅哥从走廊拽过来,推到我面前,这是我哥,老师,你要的高富帅,我给你找来了。 办公室里其他老师纷纷放下手里的交案,转过来围观。 帅哥把鸭舌帽一闲,谦唇一笑,黎晨晨,好久不见。 我盯着那人看了一会,认出来了,那是我高中的暗恋对象,齐也。 我顿了一下,齐,齐也。 齐也轻点了下头,我又转向自己的学生,他是你哥。 齐思心也点了下头。 完了完了完了,这回玩耿玩脱了。 办公室里的同事都看热闹呢,甚至还有几个在捂着嘴,痴痴地笑,脸都丢到深山老林里去了。 我只觉得脑壳发昏,天旋地转,最后一头栽了下去。 死去的记忆突然开始攻击我。 上高中的时候,我数学差得离谱,两位数的加减掰手指头算,各种定义,几何图形,方程,更是难得像添书。 而坐在我后面的齐也,回回考试,数学145加。 唉,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进水楼台先得月,我有什么不会的都转过去让他讲。 他人也好,为了让我能学得透彻,一道题可以不厌其烦地给我讲四五遍。 讲题时候,两个人凑得很近,偏生他这个人又长得帅,帅到惨绝人寰,五官精致,线条利落,每次我转过去,都忍不住趁机描两眼。 看得我心惊荡漾,老路乱蹦打,谁会不喜欢一个会耐心给你讲数学压轴题的帅哥呢? 我狠狠地心动,每天找发小叙叙叨叨。 时间一长,他被我念叨的耳朵齐俭,怂恿我干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说干就干。 当天我就买了纸和信封,动手写告白信。 第一次写情书,我想写的高大上有X格,反复推敲,字真句拙。 整整七天,憋出来六个字,企业同学你好,然后没了。 作为一个理科生,我的文字水平实在是捉急。 于是我拿着五块钱去贿赂学文科的发小,求他帮我写。 他大笔一挥,刷刷刷,十分钟之后,啪,把纸往我面前一拍。 我捡起来一看,则,要多酸有多酸。 什么对你的暗恋是一场不为人知的风吹草动,什么偶尔想你, 经常偶尔看得我鸡皮疙瘩掉一地,脸上五官扭成一团。 他摆我一眼,爱要不要? 我笑得狗腿,要要要,我可没说不要,结果情书写好了半个月, 还在我手上捏着,好几次都没有送出去。 除了耸,还有一个原因。 那时候,齐也和笑花诗园的花边新闻满天飞, 传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 而我,素面朝天,孤着牙套,满脸青春痘。 想跟笑花同台竞争,简直就是以卵基石。 发小白了我一眼,做事要把情书抢回来,耸就别去了。 激将法证中我下怀,不行不行,再让我试一次。 这次我一定行,我信誓旦旦地竖起三根手指起誓, 今天我要是送不出去,我就把它吃了。 放学齐也和班上男生打完球,一群人有说有笑地往回走。 我躲在一堵墙后面,竖着耳朵偷听。 几个男生又像往常一样,编排着齐也和笑花的二三式。 距离越来越近,我手里捏着情书,紧张得出了一手汗。 心里倒数三、二、一。 正要冲上去时,齐也的声音从身后响起,我对女生不感兴趣。 我当场含泪,把情书塞嘴里吃了。 撞破齐也的秘密后,整个高三我都没再理过他, 恨不得把凳子搬离他桌子八百米远。 即使他主动跟我说话,我也只是随口嗡嗡敲衍过去。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每次女生给他送东西,他都会拒绝。 原来这次对女生不感兴趣啊。 我看着眼前这位熟人,两眼一翻,栽倒在椅子里, 整个房间里的人都凑过来,大家乱作一团。 有人掐人钟,有人扇风,有人帮我倒水,李老师。 李老师,你没事吧? 我看着眼前一张张关切的面孔,脸色发白,气弱有丝,我没事。 企业他一定是来跟我聊自己妹妹学习问题的,一定不是来搞事的。 一定是这样的。 我喝口水冷静下来,拉着企业走到外面, 企业,你来这干什么? 我抱着仅存的希望开口,是来跟我聊你妹妹学习问题的吗? 结果下一秒,我的希望就被无情戳破。 不是。 听说某个牡丹solo的物理老师被催婚催得极了,在公开征婚, 他双手交叠在胸前,扬眉一笑,我是特意来看热闹的。 他那句牡丹solo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差点当场吐血, 这么冰冷的话,是怎么从他37度的嘴里说出来的? 高中没谈恋爱的原因,自然不必说。 大学嘛,四年里我都在专心搞事业,忙着念书考证做家教, 无暇顾及爱情。 然后就是现在工作,整天被家里催婚和安排相亲, 结果,相亲实在是太不靠谱。 比如,上月有个自称是我二姨的远房亲戚说要给我介绍个成熟稳重男, 嗯,确实挺成熟的,都四十多岁了。 再比如,邻居介绍了一个优质男,有房有车有存款, 但是,离异带娃,我没有给人当小妈的爱好。 离谱,真的是太离谱了。 我面无表情地哼哼干笑两声, 是啊,我爸妈看同龄人的孩子都结婚了, 又看我工作了,连对象都没找,急得跟个什么似的, 天天催,烦死了。 齐也背着手走来走去,最后在我面前站定, 说了一句让我非常震惊的话。 他说,他最近也在被家里催婚, 不如我们一起搭手演个戏,互相去对方家里应付一下。 我在心里恶狠狠地鄙视他, 齐也这人明明对女生不感兴趣, 却不敢跟家里坦白, 还要辛辛苦苦地找人演戏片下去, 害人害己。 我要是同意跟他演戏片人, 跟出卖我的灵魂有什么区别? 所以,得加钱。 没问题,我一口硬撑下来, 但是演戏得给我点辛苦费。 演一次,这个数,可以吧? 我伸出两根手指晃来晃去,表示二百块。 他点头,没问题, 然后低头摆弄了两下手机。 下一秒,叮,支付宝到账一万。 我的余额眼睁睁从两位数跳到了五位数。 我倒吸一口冷气, 我每天像生产队的驴一样, 呼吱呼吱干一个月也才一万块。 怎么了? 他眼神中透露着非常清澈的单纯, 两千块演一次,先来五次,不够再续, 有问题吗? 从他的表情里,看不出来丝毫肉疼。 哦,想起来了,刚才在办公室, 齐思心说,他哥就是我要找的那种高富帅。 没没没,我立马笑成一朵花, 合作愉快。 他眉眼温柔,嗯,合作愉快。 微信群相亲相爱一家人, 云淡风轻拍了拍我, 并说,女儿,找到对象了吗? 花开富贵,下周六上午, 你表姐订婚记得去啊。 哎哟,你什么时候也能带回来一个? 我,我找到男朋友了。 云淡风轻, 不会又再给我们画大饼吧? 这句话,我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每次我爸妈都真情实感地信了, 最后发现被我放了鸽子。 所以,这次他们说什么也不信了, 我揉了揉眉头, 噼里啪啦地打字回复, 真找到了,过两天就带回家。 为了说服他们相信, 我还从企业朋友圈 偷了几张照片发过去。 做完这一切, 我就把手机撂下洗澡去了。 等我从浴室出来拿起手机, 里面多了无数条未接来电, 回播过去,对面秒接。 我爸妈在电话里激动得跟什么似的, 连番轰炸, 搞得我脑瓜子嗡嗡的。 我爸先来了个夺命三连问, 什么样的呀? 多大岁数啦? 干什么的? 我妈接着抢过手机, 怎么认识的? 我爸,认识多久了? 我妈,感觉合适吗? 这出戏怎么圆, 我早就盘算好了, 先把企业带回家, 骗他们说这是我找的男朋友, 让我耳朵先安静两天, 等过几个月, 再告诉家里, 自己和企业相处下来, 发现性格不合, 两人已经和平分手, 最后用无法走出失恋阴影为借口, 继续推拒家里安排的相亲。 我这算盘打得霹里啪啦响。 四手五入一下, 未来半年到一年之内, 我都不用被催婚困扰了耶。 周五晚上, 我刚挂好背包准备走, 其思心跑到办公室拦住我, 用打探的口吻问道, 理解, 你跟我哥, 真成了。 明天周六, 我跟家里说了要带男朋友回家, 估计其也也跟家里说了。 他脸上犯着傻笑, 像刚给村里二鸭和铁牛搭上红线的媒婆, 这个逆途, 也忒爱打探八卦了。 七、 四、 心, 我端起老师的架子, 点了点他脑门,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你要是真闲到没事干, 我不介意把手上几份多出来的几张卷子送给你。 他吓得哇得大叫一声, 瞬间闪现逃跑, 算他跑得快。 周六, 第一场对手戏, 我原以为大家都是被迫营业, 滑滑水, 把这顿饭糊弄过去就得了。 却没想到, 齐也把演技发挥到了极致。 他来我家, 不仅穿的人五人六的, 还从后备箱拿出好几个事先准备好的礼盒。 让我不禁想起, 大学里总有那么一小撮人, 明明教授布置的作业是五百字小作文, 他们却非要上交万字论文, 并且附带精美PPT。 这种人, 我们一般称之为卷王。 然而, 齐也的卷远不仅如此, 他一进门就往厨房钻, 洗菜, 切菜, 烹炸蒸煮, 到最后端菜上桌, 全程一手包揽, 而我像的废物点心一样, 在一边干戳着, 形成鲜明对比。 饭桌上, 爸妈开始查户口, 我爸率先发问, 小齐啊,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齐也一边把鱼刺挑干净, 放到我碗里, 一边对答如流, 我开了家公司, 经营得还不错。 我爸说, 做生意好啊, 做生意赚大钱。 他当年的梦想就是走南闯北, 上海博弈, 当华尔街之狼, 可惜, 差点赔得连裤衩子都不剩。 齐也又包了一叠虾肉, 倒在我碗里, 演得像模像样。 我妈继续问,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齐也张口就来, 我和晨晨是高中同学, 当年我们彼此都有点意思, 现在被人一撮合就成了。 我暗自佩服她的演技, 和临场说胡话的能力。 晚饭结束, 齐也又要抢着要洗碗, 本来刚才做饭我就没帮什么忙, 要是现在我连洗碗都不意思一下, 我爸妈待会肯定会骂我。 居然死我算了, 我硬着头皮把桌子碗筷收拾了, 从我爸妈脸上的笑容看出来, 他们对齐也相当满意, 就连最后告别, 他们也要目送齐也的车离开。 我估计, 下个月他们就要催我把正领了。 齐也开车开出二里地后, 我爸妈换上了另一副面孔, 开始采一捧衣, 人家小齐怎么就那么懂事, 你眼里怎么就一点家务活都没有? 就是, 你看你就知道等着吃现成的, 好好把握机会, 赶紧领证, 这么好的人要是错过了, 你就哭去吧。 话里话外, 透露着对我的嫌弃, 就差只说你配不上人家了。 那天晚上, 我咬牙切齿地发誓, 我黎晨晨, 这辈子都和卷毛不共戴天, 糊弄完我爸妈, 还要去糊弄齐也爸妈。 我下了血本, 不仅费尽心思, 选了一堆礼物, 还在造型上下足功夫, 买衣服, 做头发, 做指甲, 从头发丝精致到脚趾带。 当然, 这些钱都是从企业那一万块里出的, 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 谁让上次企业卷我了, 这次我也要卷死他。 我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企业父母面前, 嘴笑抹了蜜, 毕竟我是个老师, 靠着这张嘴吃饭的, 哄人什么的, 我醉毁了。 阿姨好, 这是我给您选的花椒, 满满都是胶原蛋白, 美容养颜的功效特别强。 阿姨喜笑颜开, 叔叔好, 这是我给您选的羽前龙井, 我听企业说您特别喜欢喝茶, 就挑了这个, 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 叔叔合不拢嘴。 对了, 我给企业妹妹也带了礼物, 当当当。 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高中物理。 开玩笑的, 那是一本时尚杂志, 对我恶搞套上了五三的外壳。 晨晨, 这双鞋就是给你准备的, 你后来还穿这个。 阿姨从鞋柜里拿出崭新的拖鞋, 踩上去, 刚好是我的尺寸。 我受宠若惊, 又是一顿彩虹屁, 谢谢阿姨。 阿姨太贴心了, 居然连我穿多大的鞋码都知道, 巴拉巴拉巴拉。 哪里哪里, 阿姨摆摆手, 这些都是小野提前告诉我们, 让我们准备的。 我疑惑地看向企业, 他怎么连我穿多大码的拖鞋都知道。 可恶啊, 又被他卷到了。 寒暄过后, 妹妹回房间看杂志, 其也进厨房烧饭, 我本想装模作样, 上去打打下手的, 却被叔叔阿姨按在沙发上, 家常理短地聊。 阿姨问, 小黎现在还是我们家奇思新的老师。 我腼腆地笑了两声, 是的是的, 我教他物理。 孩子在学校表现怎么样? 学习怎么样? 我例行公事班, 说着客套话, 孩子成绩没啥需要担心的, 在学校表现也很好。 等等, 我今天好像是来见家长的吧。 怎么现在有种在做家访的错觉呢? 最后还是叔叔把这个话题圆了回来。 他瞎了一口茶, 老师这个职业好啊, 有编制, 工作稳定, 每年还有寒暑假, 当年我想让齐也考公务员, 他非不听, 跑去做生意, 整天折腾来折腾去的。 在齐叔叔眼里, 只有三种工作在他心中能排上号, 教师, 医生, 公务员, 至于其他工作, 都被划到不正经那一栏里。 对, 你们一个有稳定工作, 一个在外聘事业, 结婚之后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 其他条件也都挺合适的。 阿姨附和, 我耸耸肩膀, 在心里吐槽。 是啊是啊, 掏开齐也对女生不感兴趣的事实不谈, 我们还是挺合适的。 年后初期, 高中同学聚会。 事先大家都在群里说好, 这次聚会, 就是简简单单吃个饭, 谁也别装X。 所以我就简单地洗了把脸, 连装都懒得花, 披上外套, 开着我那辆二手奇瑞, QQ就去了。 结果进了包厢, 我才明白一个道理, 同学聚会, 又称一年一度, 比谁混得更好大会。 除我以外, 所有人都隆重出席, 或多或少都加带着点炫耀的意味。 原来群里那句随便吃个饭, 都别装X, 只有我一个人傻傻地信了。 小丑只有我自己。 小胖把奔驰车钥匙往桌上趴的一拍, 立刻吸引了大片关注。 男生都凑上去, 听说你小子, 今年卖海鲜发大财了, 真有出息啊, 胖咋。 多少钱买的? 全款还是贷款? 什么型号啊? 我明年也想买辆奔驰, 有没有靠谱的销售介绍认识下? 小胖白白手, 当然是全款啊, 才几十万, 用得着贷款吗? 我手里, 攥着二手奇瑞QQ的车钥匙, 一言不发。 谢谢, 有被装到。 我转头看向女生这边, 斑花美貌不减当年, 一出场, 便当仁不让的咽压群芳。 她把LV老花包趴搭往桌上一放, 接着翻出某大牌的限量款气垫, 开始补装, 惹来周围一阵艳羡的声音。 哇, 这款怎么样啊, 适合油皮吗? 包装好高级好友质感啊。 这个不是刚出的吗? 很贵的, 我在官网都没有抢到。 你究竟是怎么买到的? 斑花语气轻飘飘, 好似稀松平常, 没有很贵了, 我是专柜的VIP, 贵姐退役给我留的, 刚到货我就拿到了, 感觉也就一般般吧。 他们把斑花从头到脚夸了一遍后, 又开始商业互吹。 你的包好好看呀, 多少钱? 可以给个链接吗? 大概一两万吧, 我老公买的, 具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连你今天背的Gucci酒神也很好看呀。 很配你这身衣服, 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好像这里数我混得最惨, 上学时, 我是最不起眼的路人甲, 一头短发, 黑镜矿, 嘴里固着牙套, 走进人堆里立马就消失不见, 工作后, 每天在黑板前戏粉笔灰, 领着不上不下水平的工资, 那些男生口中几十万的车, 女生手上动辄四五位数的包, 化妆品, 我想都不敢想。 我格格不入地坐在最角落, 尴尬地用脚扣出一个将颈大平层。 呜呜呜, 我可真没出息啊, 终于等到上菜了, 这群人的注意力, 开始从攀比转移到吃饭上。 转到我面前的这盘鸡翅看着不错, 我夹到碗里, 正准备开旋, 被坐在旁边的高中同桌, 用胳膊肘撞了两下。 上学的时候, 我这个同桌最爱收集八卦, 然后像大喇叭一样, 巴巴巴地到处宣传。 他神秘兮兮地凑过来, 你还记得我们班里最帅的那个企业吗? 他最近谈恋爱咯, 两个人还见家长了。 我想听他继续讲下去, 于是装作不知情的样子问, 哈, 你咋知道? 企业朋友圈啊? 这么大一个八卦, 你没看到吗? 什么意思? 我隔三差五, 就会进他朋友圈偷点照片发给我爸妈, 可是他朋友圈我看过N次了, 里面都是一些生活照, 分享的音乐, 转载的公众号文章, 没有什么异常啊。 同桌把他手机递过来, 我从头巴拉到底, 筛选出来三条我没看过的内容, 原来是把我屏蔽了呀。 第一条, 在他被妹妹拉到学校那天发的, 终于把他骗到手了。 第二条, 在去我家那天发的, 去见他父母了。 第三条, 是我去他家里那天发的, 带他去见我家长了。 字里行间, 暧昧至极。 底下评论区一片祝福, 九十九厉害呀。 恭喜恭喜。 哟, 这只男人设立的还挺稳。 同桌环视一圈, 今天聚会, 齐也怎么没来? 不会是陪女朋友去了吧? 我斩钉截铁,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我浑身一机灵, 刚才嘴边脑子快, 差点把自己暴露了。 我结结巴巴, 我, 我也是猜的。 他没有察觉到我话里的异样, 继续说, 真想知道这人是谁呀, 把咱们班当年的大帅哥给炮走了, 嘖嘖嘖, 真有本事。 他可能想不到, 齐也的恋爱对象, 就是坐在他旁边的我。 他可能更想不到, 齐也他根本不喜欢女人, 我跟他只是在演对手戏, 应付家里催婚。 我心里发虚, 往他嘴里塞了满满一坨, 借机转移话题。 快点吃饭吧, 吃东西也堵不上你这张嘴。 他嗯了两声, 终于安静下来。 宴会过半, 齐也推门而入。 哟, 齐也, 还以为你不来呢? 齐也当年的哥们站起来起哄。 齐也聊起风衣, 擦拭着眼镜上的水雾, 动作金贵优雅。 公司有点事情, 临时多忙了一会。 齐也口中的公司, 是他自己开的那个。 他向来低调得很, 除了少数走得近的, 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事, 也没去那方面去想。 有人调侃, 嗨, 什么公司大过年的还加班, 你也太拼了吧。 有人话中带刺, 明晃晃地刁难, 没想到当年班里学霸, 现在也给人打工。 话音刚落, 气氛一下就凝制住了。 齐也的兄弟站出来打圆场, 晚了就是晚了, 别找借口啊。 其他人也开始附和, 对, 该罚三杯。 喝酒喝酒, 这帮人真狠, 罚酒用白的。 齐也被他们堵在门口不让进, 在一片起哄声中, 仰头连杆三杯, 才被放进来。 他搬了张凳子, 要横插到我和同桌中间。 同桌看我的眼神不对劲了, 我往旁边挪了挪, 心里暗存, 别的地方明明有空位置的, 非要过来跟我挤。 搞什么呀? 同学聚会, 一般总有那么几个恶趣味的, 就喜欢起哄让女同学喝酒。 不喝, 就会让你下不来台。 不知道为什么, 闷声吃饭的我被盯上了。 来来来黎晨晨, 有个人招呼我。 他喝得脸红脖子粗, 晃晃悠悠地走过来, 镜子拿起我的杯子倒满,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咱俩喝一杯。 整个高中我们说过的话都不超过十句, 谁跟他好久不见了。 我表示婉拒, 不聊, 我不喝。 那人把杯子举到我嘴边, 不停催促, 哎呀, 喝一杯喝一杯, 我心里催了一句国骂, 没完了是吧? 齐也看到我被刁难得下不来台, 伸手一挡。 他不喝酒, 我朝他头去感激的一瞥。 哟, 那人阴阳怪气, 装什么绅士啊,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跟我有关系。 齐也瞇了他一眼, 拉过我的手钻在掌心巴撒, 懒洋洋地吐出一句话, 他是我女朋友, 同桌一脸懵地看过来, 别说是他, 我也懵了。 我拽拽齐也的一脚, 低声问, 今天, 也要演吗? 平常在爸妈面前, 演是为了应付催婚, 现在在同学面前, 根本没有演的必要啊。 他演尾一条, 演啊, 不是给过你钱了吗? 倒也是, 他在我这一次性付了五次的钱, 还没用完呢? 我没有理由拒绝甲方爸爸的要求, 硬着头皮跟他演了一晚上。 同学聚会后半场, 整桌人都在对着我俩起哄, 齐也更是被他几个兄弟挂了一瓶又一瓶, 到散伙的时候, 其他人理所应当地 把这个罪鬼交给了我这个女朋友。 齐也不省人事, 趴在我肩上哼哼唧唧, 我只能连拉带拽, 把他带到停车场, 然后一脚把他踹进车里, 因为腿太长, 齐也整个人窝在逼坐的副驾驶上, 显得很局促。 他嘴唇开合吸动着, 水。 他说, 我翻出车上的矿泉水, 对着他的嘴灌了下去。 耸雾的喉姐滚动着, 部分露出来的水顺着他下河林立的线条滚落, 滑出一道水痕, 好看得紧, 冰凉的感觉让他稍微清醒了些。 他侧过头来看我, 嘴角擒着一抹笑。 黎晨晨, 我应了一声, 你写的情书为什么没有送给我? 后来又为什么突然不理我了? 我大脑当机, 他怎么会知道我给他写过情书? 你怎么知道? 你发小偷偷找到我, 说你让他带笔, 给我写了一封酸不拉击的情书, 还把原稿给我全须全已的复述了一遍。 我七七爱爱, 我, 我, 我总不能真告诉他情书被我吃了吧? 没想到他抢先一步预判了我, 你不会真吃了吧? 我大脑一片空白, 机械地点头, 波光在他眼底肆意流淌。 你猜我怎么知道的? 不等我开口, 他便自问自答道, 也是你发小告诉我的, 他说, 你发毒誓, 如果再送不出去, 就把情书塞嘴里吃了。 黎晨晨, 没想到你还真吃啊, 你怎么那么好玩啊? 他在我脸上捏了两把, 天, 我居然早就被猪队友卖得干干净净, 等我回去, 就把他脑壳扭下来。 他又说, 你发小告诉我之后, 我高兴疯了, 因为我也喜欢你, 我还想着, 如果你不好意思主动的话, 我就跟你表白,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有天开始, 你突然就不理我了, 还天天躲着我。 什么? 他也喜欢我? 他不是不喜欢女生吗? 我嘴快, 直接问了出来。 他一脸茫然, 啊, 我什么时候说不喜欢女生了? 他这一反问, 给我整不会了, 我手胡乱笔花着, 把那天的情景 给他完完整整复述了一遍, 其也顿时百口莫辩, 你, 我, 黎晨晨, 你这人耳朵怎么听话听一半啊? 当时诗人在追我, 我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 绯闻也是他传的, 那天打完球, 哥们又在编排我们, 我气死了, 当时就说了句, 对女生不感兴趣。 可是说完我又补充了后半句除了黎晨晨, 所以完整的那句话是, 我对女生不感兴趣, 除了黎晨晨。 我两眼一番, 你这人说话, 怎么喜欢说到装剧啊? 嗯, 大概可能因为我是山东人, 我还以为是我的人格魅力, 把他掰直了, 其也看起来有些无语, 所以你一直是这么以为我的, 我性性地点头, 他扶我, 你他妈, 我噎了半天没说出来话, 想了想, 又找到点自己的道理, 声音扬起来, 我听完上半句话, 就哭着把情书吃了, 谁叫你一句话掰成两半说的, 而且你后来也没告诉我呀, 谁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你也没问啊, 他被气得伸手在我脑袋上弹了两下, 你长得嘴是个摆什么? 这人手间还挺大, 我揉着脑门, 善善道, 误会, 误会呀, 既然是个误会, 他攥住我的手, 眼底是那样漂亮的流光溢彩, 那我现在表白还来得及吗? 我忙不迭地点头, 来得及, 来得及, 他抱住我, 扶在我耳边轻语, 钱都给你, 跟我演一辈子吧, 我和其也正式确认了关系, 这次不是演戏, 同所无期, 顺带再跟二老聊一下, 其私心最近的学习情况, 作为他的嫂子兼老师, 我自然会对他多加关照咯, 妹妹本人表示, 很后悔, 非常后悔, 肠子都会轻了, 只有他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